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节我们请Anno和我们聊聊 HelloAnno 你好 黎子童你好 这节就和我们讲一下汽车股 看到这个板块近期走势都非常凌厉 很多只都继续有资金追捧 今天来说都是比亚迪萨尔跑出 这只股份昨天急升超过6% 今天都再创一个月的新高 市传这只股份都是一个最新夹胆仓的对象 看看证监会的数据也是显示 截至6月2日被亚迪累积淡仓 大概去到1亿股左右 今天被亚迪这样升上去 是否都是一个夹淡仓的因素 我觉得你说为何近期来说 大家很关注夹淡仓这些动作 特别因为内房股或者汽车股 近期来说好像有些相关的迹象 主要原因就是内资和外资的看法分歧 是非常之大 因为始终做淡仓看空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机构投资者 会做的行为 而主要内资都可能是外资大行为主 很多内资特别对于内房 或者汽车版块的看法是比较负面的 所以很多时候做了一些淡仓在 而近期来说市场也都发现到 好像在长城汽车的星期一 突然间移动有个急升的状况在 可能不排除是做一些夹淡仓的动作 因为最主要会发现到 这些汽车股在互港通的整体现言 就看到内资拿着股份的占比 其实都相对比较大 也在说夹淡仓这个动作 不排除是因为内资都开始看好这个行业 所以说去买一些相当的股份 都令到一些淡仓要去补仓 所以导致股价出现一个急升的情况 那长城汽车有说过解说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导致星期一有一个急升 但是至于比较迪 第一方面你会看到 其实如果夹淡仓的行为 我相信未必会导致股价连息两天 如果说昨天股价突然急升 那我可能有逼迫 的确不排除一些夹淡仓的动作有关 但是今天再进一步 都是升大约3.5%左右 那我觉得就未至于完全依赖 这个相关的动作 那你就看回到和长城汽车一样 其实在基本面上面 汽车股整体原的基本因素上面 又未至于一面倒地利淡 始终那间大行之前 为什么看探汽车股呢 主要原因都是大家担心 今年年初至今内地的汽车销售 有机会放缓 亦都见到一些销售数据 整体原来不是太理想 但是要留意就是说 汽车这个行业 传统的旺季 都是在下半年年尾的时间 所以在现阶段下 是不是全年来说 销售放缓是一个肯定的因素 是言之常早的 另一方面就是说 留意一些汽车股 特别说一些中资品牌的汽车股上面 如果你看到内地一些研究报告上面 他们其实都是极度看好内地的品牌 因为最主要原因 预料他们的市场占有率 有机会去扩款 所以你说整个汽车行业放缓 可能是一些外资品牌 等等这些日系汽车销售放缓 这些因素可能有机会比较大 但实际上一些内地的汽车品牌上面 以比较迪为例 其实见到过去来说 他们的新车销售 整体表现的确是不差的 所以市场会继续冲劲 而且有新能源汽车这些相关的因素 其实预料他们未来的基本面上 未必说会太过差 最重要的是 即使一直以来 估值最贵的比亚迪 现阶段的历史市盈率 都是24倍PE 以24倍PE 由电动车概念来说 其实估值仍然不算贵 所以说这些股份 除了淡仓之外 亦都有机会 一旦资金去追捧 股值其实会有条件大幅提升 所以升得比较急 其实是情有可原的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说 内地的汽车股 其实我看法会比较审慎 但始终见到 有资金追捧 亦都看到势头 是比较强劲的情况下 建议大家可以吃着洗信势去看好 你看到基本因素 都可能可以支持到比亚迪 可以看看 都有些国策的因素 中国公信和讯息化部 早前公开徵询意见计划 按照续行里程计算积分 由以往350公里和450公里的车型 获得相同积分 改为续行里程400公里的纯电动车 便会获得较多积分 这因素可能会令到比亚迪较为受惠 这一个新的政策 你又看了 这一个政策 是否可以 都是其中一个可以炒上的借口 我觉得现阶段来说 汽车版本未必再会 集中依赖政策位置 因为大家现阶段看好的 最主要是看好内地的品牌 有一定的定价能力 始终开始慢慢成熟 对于海外的一些品牌 会慢慢构成一个威胁 始终有个价格优势 至于比亚迪电动车 会怎样看 其实会留意 预料未来来说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 那个补贴政策 会越收越紧 好像刚刚提及到的政策 其实都是说 要令到一些低门蓝的电动车 减少他们的保障 令到市场整体现 开始慢慢市场化 如果在市场化的过程当中 始终比亚迪特别是纯电动车 无论是电池技术 或者是续航性方面的能力 都是较竞争对手为有性 预料他们能够 确保市场地位上 但始终要留意 如果你在电动车上 比亚迪面对着其他竞争对手 包括吉利 或者其他其他奇碎 这些开始慢慢陆续 投放在电动车资源 你说会不会对他构成一个威胁 会是一个风险因素 所以说对比亚迪的看法 我就未必会集中 只看电动车业务上 但始终看到 他们SUV的销售 整体表现不差 以现阶段 我觉得最重要 在汽车板块上 基本面我觉得是5050 有好有坏 始终说 上年在2016年 有些税务优惠的政策 令到销售提前提升 今年2017年面对增长放缩 这个是大趋势 但在估值上 由于汽车板块 包括最贵的比亚迪 现在的估值 都已经是大不如前 都是属于一个比较便宜的估值 所以我觉得坏的基本因素上 可能有机会反映到七七八八 短期来说 有机会继续受到资金追捧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好 另外 看到比亚迪的董事长王全福 四月的时候 都说到 今年比亚迪 研发的云轨 将会在五个城市开建 明年就会拓展到二十个城市 云轨 其实是类似一些高价的铁路 相对的建造成本 就会比地铁低 会不会是未来 都是一个资金炒作 比亚迪的借口 我觉得你来讲 会不会炒这个因素 都先看看技术 这方面都是以概念为主 虽然之前市场都已经传过 图表是怎样 或者大致设计是怎样 但是可行性 是否真的能够落实 这个是言之常组 内地都不是未试过 有些技术传了出来 说到很厉害 但最终都是不了了之 这些事都经常会发生 所以我觉得在因素上 应用下去 比亚迪会不会成为一个炒作因素 我觉得未必 始终你要留意 之前提及到 一直以来 比亚迪 海外有些电动大巴 或者交通工具等等 一直以来 都有一个很强烈的订单表现 但由于整体占比 数目 不是非常之大 特别说这些新业务 究竟盈利能力是怎样 其实大家都不太看得太乐观 所以对它来说 帮助不大 反而以现阶段来说 大家最关注的是 一些混能电动车 特别是一些纯电动车 销售量是怎样 这个会成为 集团盈利能力的催化制 以现阶段 始终维持它的看法 24倍PE 我觉得仍然不算是贵的 从技术走势上 我觉得比亚迪 后市来说 我会建议 留意它能不能够 站稳50元这些支持位 如果能够站稳50元 我觉得目标甚至有条件 至于后市 比较第一个支持位 会留意这个顶部 大约是47.5元这些水平 其实只要继续站稳47.5元 中期后市来说 都会有条件 继续看好 比亚迪看得似乎 又不是很负面 或者整个汽车股 基本因素 也比较有审慎 但也不会太负面 如果现在汽车股这样升上去 想趁着这个势 炒一转的话 你会选哪一只股份 这个市况 近期升得比较急的 有长城汽车比亚的 或者东风集团 他们的股价都升得比较急 但我未必建议大家 顺势去看好这个版块 但未必建议选这三只股份 始终论基本面上 我又不敢看得太乐观 相对地 看到今年年初至今 在销售表现上 好像广气 整体研究表现 的确是不差的 至于当中 一直没有公布数据 的华晨中国 始终我觉得BMW系列 这个汽车 在内地仍然有 可观的增长速度 最重要的是 这些汽车股 整体研究的股值 都仍然吸引 所以我觉得 不妨可以留意广气或华晨中国 这两只汽车股 好 都看多一些大行 如何看这些汽车股 中金今天发出一个严格报告 就说相信 长期清理库存的周期 就快进入尾声 见到根据4月的登记数据 公司减价促销 都令到销量显着来改善 又说他们的生产品 有强劲的竞争力 相信销售可以超越预期 你又信不信这个说法呢 其实为何长期星期日的炒作 除了夹淡仓之外 亦都说不单止是中资 亦都说有些外资的研究报告 包括瑞讯 将它们的目标价看到12.5 原因就是一些新产品销售 讲着长城汽车 未来会卖一个叫WEY系列的SUV汽车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因为讲着长城汽车 其实一直以来都希望可以进攻 一个叫高档次市场 何谓高档次市场就是普遍SUV售价 说是15-20万人民币这些定价 其实之前H7,H8,H9都试过去供市场 但是整体表现就欠缺理想 但是大行就看好WEY系列 主要原因就是 第一方面 它们摆脱了哈佛品牌的定位 始终说 为什么不用哈佛品牌的定位 一个重要性就是 在内地的消费者当中 可能大家都会认为哈佛品牌 本身就不应该值得这么贵 所以在讲 Picture 这件品牌 大家会提号这件好事 第二方面 大家都觉得长城汽车 累积过之前失败的经验之后 会提号它们未来销售的表现 正如之前提及到 为什么一些中资的汽车股 突然间可以做好一点 大家就是提号 预料到内地汽车的技术水平等等 开始慢慢成熟 所以这一段 其实我觉得值得去留意 就是在未来来说 这个WEY 系列的汽车 是否能够有强劲的销售 或者可观的销售表现 这会是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我会建议先观察一段时间 如果这个WEY 系列的汽车 真的有个良好版的销售 不会像出现之前H8、H9的情况 长城汽车的估值 绝对有条件大幅提升 因为长城汽车现阶段的市盈率 都是8.3倍PE 左右 对比吉利等等这些汽车股来说 你看到是相差一折的 主要原因就是 大家对它本身没有什么期望 但如果未来来说 是能够形成一个盈利的催化劑的话 其实股值绝对有条件上10倍PE 流上 所以未来来说 潜在升幅 可能仍然有两至三成以上 所以这些位置 从技术走势上面 我会建议大家看长城汽车 可以留意的 看一些销售数据 至于走势上面 短期来说 只要继续企稳在10元流上 有货的投资者 我会建议继续中线持有 正如之前所说 若果未来销售表现理想 股值绝对有条件大幅提升 你看到12.5元 好像瑞信那些目标价 我觉得都会有条件 刚才你也提到 广汽和华晨都可以看一看 看到现在的价位 广汽是14.24元 华晨是14.64元 如果真的未有货 想跟炒的话 可以以什么买入价做一个目标 其实你看到两只股份现阶段 都是贴近52周高位 也看到升势是比较稳定 没有急升的迹象 我会建议这些位置可以 纯粹去买入 从图表走势上面看 以华晨中国为例 我觉得是14.5元 接近10天线 10天、20天线中间的位置 可以考虑去买 14.5元这些位置买入 望到16元这些水平 至于止洩位 会建议留意50天线 13.5元这些水平 至于广气 同样地走势上 都大致上是一致的 在这些位置都不会预料 会有个很深的调整幅度 14元左右这些位置 可以纯粹去买 同样地 都是望到16元左右这些位置 都是2分条50天线 12.7 这些水平做止止止位 好 这一节和Arno 谈到这里 Arno 有没有持有上述提波股份 也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你这么详细分析 稍后回来 Arno 会解答大家 在股票上的问题 如果有任何疑问 可以打你204-6566和我们聊下 我们稍后回来再见 回到即使攻略这个环节 再提醒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问题 可以打你204-6566 问下我们专家的意见 又或者把问题的电源去到 ask at 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 6374-4502和我们聊聊 这一节继续有Arno和我们聊聊天 Arno 你好 阿志通 你好 事不宜遲 先听一下第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有萧女士 萧女士 你好 我是 你两位支持好 是 想问问哪个股份 我呢 1.23月收地产1.36入了 今天地产1.30 需不需要指示和指账哪个位 以及公共五三次入了 有部标语区到9位 请1313水泥是哪个价位 好啊 好啊 那我们先回答月售地产 看到内房股今天都有消息 可能销售增速有放慢 看到内房股今天都是偏弱的 月售地产暂时跌近百分之一 1.31 1.36买入的时候 可以如何做一个部署 需要不需要指示呢 那其实呢 内房股现阶段唯一的风险因素 就是担心销售放缓 这些相关的风险系统 始终在不同的地区 预料在未来来说 都会仍然越来越多限购令 相关限制楼市的相关措施出来 但是呢 说着月售地产 看回到现阶段的状况位置 看回他们首五个月的 累计合同销售方面 都有151亿元的人民币在 按年升12% 都见到每个月的增长速度 是放缓着的 但是你说说 五月份的合同销售 都有8%的增长 年初至今有12%增长 我觉得都不算是一件差的事 最重要就是说 月售地产的股值 的确现阶段来说 都仍然不算是贵的 说着它的每股资产正值 都说起码2人民币以上 以现阶段过三这些水平来说 有条件先收多一会儿 所以我会建议中线链 從圖表走勢上看,我建議可以留意 在說過二的支持位置,只要不跌穿 我建議繼續駕駛 論勢頭現階段,穿了一條50天線,勢頭的確是差了一點 但我覺得如果你是1.36左這些位置駕駛 其實你把止洩位置設到1.2這些位置 都是承擔一成的風險在這裡,我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覺得能夠承擔到這個風險 不跌穿1.2,我建議繼續駕駛 至於後市來說,我覺得仍然有條件望 過半甚至高的水平 鮮女士也問了水泥,應該未有貨 這隻股份,現在又可否買入呢? 水泥股,我覺得這些位置可以薄薄 因為我覺得基本面上,未必會太差 今年水泥價格預計不會大升 但同樣地預料不會大跌 你說這些位置的時候 始終一帶一路相關的項目 對整體市場水泥的需求,會有一定的幫助 最重要是預料 內地這幾年都會繼續推動成真化 或者推動一些特區等等 對水泥的需求可能會有一定的幫助 不怕最後事來說,隨時有機會有些炒作 最重要是一些供給質改革 預料整個水泥行業 基本面子會慢慢改善 所以這些位置我覺得有條件順勢去出入 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股價暫時來說 是屬於一個整固代變的格局 短期來說可能反覆會在3.9至4.2區間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股價去到4元或者樓下這些水平 我覺得可以買的了 4元樓下這些位置買 就以3.7元作為一個止洩位 後市的目標我建議可以看到 如果是中長線來說,我覺得可以看到5元 至於短線來說,可以先看4.5元這些水平 我是蜜蜜女士,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講公行,5月3月4日,有沒有機會加香呢? 我剛才問月秀地產,是不是要持有字 不用複字,是嗎? 是,月秀地產我建議繼續拿著 以過耳做止洩位 至於你在講公行 其實我覺得短期來說 內銀股可能未必會有太大的變動 但是我覺得以現階段公行的股值來看 即使調整也好 下跌空間不會太大 甚至如果有些少的消息 好像內地如何舒緩 資金流動性緊張這些相關的負面因素 後市來說,內銀股 其實是有條件重拾升勢的 好像在上星期出的CPI數據 也看到內地的通縮風險 都逐步逐步減少 這些會有利於內銀股 息差等相關的表現 但是你說今年上半年的確 在息差的一方面來說 未必會有太多的利好因素 但是你說下半年 我覺得有條件逐步改善 所以公行我會建議 中長線握住 從圖表細頭上看 其實公行不出5元這些水平 我會建議中長線握住 你說分5.3樓上這些位置 我覺得機會大 甚至目標 我覺得可以看到5.8了這些水平 希望可以幫到蕭女士 那邊還有另外一位家庭觀眾 學生你好 你好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那個匯豐 價錢買入是甚麼價錢 短炒還是強 你自己有沒有課的 沒有 沒有課的 好 Arno說匯控 今天是偏遠68.45 沒有課 這隻應該是否應該入市去查一查 匯控其實很建議 拿來中長線投資 因為始終講第一方面 講他們現階段的息率 都已經有5.8厘了 這個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數字 因為講為什麼一直以來 有這麼高的股息 大家很擔心匯控未來會不會去減派息 因為始終他們的盈利能力 是真的非常之弱的 講派息水平 大家擔心會維持不到這個水平 但是我建議大家中長線去投資 主要原因是覺得 他們會有條件維持這個派息水平 銀行股很多時候 不能夠維持這個派息水平 主要原因可能是 有一個資本短缺的狀況 但是匯豐現階段的情況 就有一個資本過剩的情況 講他們的一級合新資本充足比率 都已經遠高於巴塞爾的要求上面 所以未來第一方面 跟其他外資的銀行不同 講他們的資本實力 仍然是非常之雄厚 我覺得要預料維持這個派息水平 我覺得是應該有條件的 而且講基本面上 匯控的基本因素 預料今年來說會貴度 逐步逐步去改善 而在下半年開始 歐洲業務 我覺得都有一定的衝勁在 所以匯控 我建議做一些中長線的投資部署 這些位置賣 就算做短炒也好 都起碼看到七八月的中期業績 那一方面的表現 而至於匯控短期來說 股價走勢 預料可能會維持一個上落代變的悶毒 可能會徘徊在66.5至69元區間 所以如果你要去買 我覺得落到68元這些水平 其實是可以參考的 在68元這些位置買 如果你是短線目標 可能駁它突破69元 望72元這些水平 但如果你是能夠中長線拿著 我建議可以拿久一點 目標價甚至有條件 望80元這些水平 我問何先生有沒有其他問題 想問66號可以嗎 港鐵有沒有貨的呢 沒有 有 多少錢賣入多少錢購出呢 好 港鐵 都是一些公用股 可以和匯控比 港鐵又怎樣看呢 沒有貨 現在又應該怎樣部署 港鐵都是建議中長線拿著的 但是和匯控的情況就有少少不同了 因為你在說 之前看到港鐵是升得很急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有些特別息的相關因素在 不排除的確是資金 是真的衝進去 是部署這些相關特別息的因素在 所以你在說現階段又除了買剩 特別息這個因素已經沒有了 所以在短炒策略上面 可能就沒有什麼特別太大的炒作空間在 所以如果想著這些位置買入 用來薄短炒 我覺得直薄的真的不是太吸引 但是如果用來做中長線投資 我覺得的確可以考慮 始終可以留意港鐵最大的基本面 最強的一方面 第一方面預料未來來說 他們那些地鐵上蓋項目 預料整體銷售表現 是不會太差的 始終市場對於這些地鐵上蓋項目 需求是大 亦都預料 這些物價 這些樓宇上的銷售表現 會相對比較理想 而最重要就是公共業務上面 或者財務狀況上面 上次說 為了高鐵特別息這個因素 令他們的財務水平大增 但其實他們的負責對權益比率 其實仍然處於一些比較低的水平 而且當高鐵 就慢慢陸續落成 這些大型的工程過去之後 其實港鐵的現金流狀況 會是非常之強勁的 所以未來來說 可能中長線角度上面看 有個逐漸增加排息的因素 所以這些位置 開始部署用來做收息的話 中長線投資 我覺得都可以去考慮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股價短期後時間可能悶 在43至45元區間 短炒真的不建議 如果中長線拿著 去到43元的水平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開始去吸納 聽多位觀眾的電話 林先生你好 兩位五岸 你好 想問哪隻負責 2328 財險未有貨 有沒有水位 麻煩 財險 今天的內險股都是偏弱一點 暫時12.58 跌不足百分之一 財險未有貨 各部署上 這一類型的股份 內險股又值不值得 其實內險股普遍來說 我都看得比較樂觀 但是 唯獨這隻財險的看法 比較審慎 始終在現階段 大家看好內險股 主要是授險業務 隨著各債息率上升 這些因素對授險股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對於財險來說 其實幫助性相對沒有那麼大 而且財險一直以來 主要的盈利能力 都不是投資收益 投資收益那方面不是焦點 最重要的都是抵抗 看看財產保險 車保市場的表現 但是你看看一些經濟數據 都明顯地說年初至今 一些汽車整體的銷售 有個放緩的跡象 之前那次可能我會看好 一些內地品牌的汽車股 但實際上整個汽車行業 基本面真是一般的 所以這樣財險 我都不敢看得太樂觀 如果你看技術走勢上面 甚至見到現階段股價 下市50天線 12.5這些水平 那會不會真的能夠站穩在 50天線 我有個移民在這裡 所以暫時來說 我會建議 先抱一個觀望態度 如果它真的跌穿12.5這些支持位 我覺得很大機會 會落回12元左右這些水平 所以如果真的要買 我建議暫時來說 先看穩定些 如果真的穿了12.5 我會建議 落到12元樓下這些水平 才開始考慮你的股份 多謝林先生的電話 同時也謝謝Anno 這麼詳細的分析 以上提到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謝謝Anno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 十分之間 二位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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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